美国总统拜登在8号接受节目专访时 再次表明不会退出2024年的总统竞选 也批评党内的精英 强调自己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拜登团队也试图吸引更多元化的 攻心阶层选民来反击党内的退选呼声 本周拜登将会参加北约峰会 试图化解党内对他连任的担忧 未来一周将会是决定 拜登竞选命运的关键时期 拜登8日参加早安桥节目 为岌岌可危的竞选连任进行了辩护 拜登在节目中强调不会退出竞选 并坚信自己是2024年击败特朗普的最佳候选人 拜登接着抨击了党内精英 表示对精英们感到非常沮丧 并补充到不在乎那些百万疯的想法 政治报指出 拜登团队希望把诋毁他的人 描绘成精英的白人自由主义者 指责他们与民主党更多元化的 工薪阶层基本盘脱节 以吸引他的基本盘 非议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 正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报道表示 拜登过去也曾成功使用此策略 这正是他在2020年遭遇一系列挫折后 获得提名的原因 自辩论后 除了来自特朗普一方的炮轰外 拜登正试图应对一场来自党内的政治危机 据NBC新闻报道 在上周日的众议院民主党闭门虚拟会议上 又有四名民主党人称 他们认为拜登应该退出2024年的竞选 包括华盛顿州民主党人史密斯 加州民主党人高野 以及来自纽约州的莫雷尔和纳德勒 面对越来越多的议员 捐款人和战略师公开表示担忧 拜登及其团队正在试图修补他的政治创伤 拜登周一在一封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信中表示 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的精神健康状况 是否合适继续竞选总统 但他将坚定地致力于继续参加这场竞选 将这场竞选进行到底并击败特朗普 本周拜登将把精力集中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寻求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外国盟友 并停息民主党对他竞选连任的担忧 他还定于本周四举行记者招待会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与议员们进行更多通话 一些议员们认为 未来一周将是决定拜登竞选命运的关键时刻 凤凰卫视王岐 姚一伟 华盛顿报道